事不宜迟,不如先开始 你教我们,在2020庚子年属鼠的生肖 运程会是怎样呢? 刚才说过庚子年属鼠 其实我上次教过大家查明宫 明宫里面再排榴莲的小限 其实,如果我说指这个命宫 我们看回天官市的图,指在这个位置 我可能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你可以参照你自己是属鼠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参照 另一个就是,你查到你自己的命宫 加上庚子年牌的小限 你那个小限榴莲在子宫里面 明白吗?意思是 即是你加上这个 即是说,你本命的命宫 加上庚子年牌的小限在子宫的位置 你可以将这两个加上参照 这么巧呢? 即使我是属年出生 你查庚子年的小限命宫又是子 那你就不需要参考两个公 即是说,如果我每次讲的话 你每一个人应该要参考两个公位 第一个公位就是你自己出生年那个 比如说老鼠,参考老鼠那个 另外一个是你命宫加小限那个 你清楚?明白 好了,那现在我讲子那个 就不只是讲老鼠你出生的 即是说,你自己经过这个 本命命宫加小限的查出来 留言子的公位 对应 好,那子今年是太税本命 太税本命 有些人都说是所谓犯太税 所谓犯本命太税 其实本命太税就不是真的犯杀 即是只是加强了你 刚才我讲的你自己属鼠 对于五行的力 那或者你是命宫里面的子位 加强了那位 所以呢,就未必是讲话是否吉空 是 好了,那顶楼就是说你那些事 你平时做开的可能就 会重一点 是 好了,那另外还有些问题 那些问题就是说 你看回那个天官寺福的图 指那里有些什么星 通常是这里 我免得浪费时间去放大属性 那里有些什么吉星 有个叫做税价星 有个叫做涨价星 是 那税价大家都知道 即是太税 太税到临的位置就是税价 是 另外呢 指也是涨价 是 指某也是涨价 所以呢,指是涨价的话 加上税价 你有机会在今年里面掌权 嗯 有机会掌权 好了,那掌权是好事不好事呢 今天要再去分析 好了,我们其实呢 通胜有很多这些资料 是 那我刚刚就 说了你这个第四版 第五版 这个第六版 你是子公立命 你可以参考通胜里面说什么 明白 好了,那我试试读一句 嗯 如果在子公立命里面呢 就有一句写着 太虽是谁人敢犯 将星护价又英雄 五月以前添季子 嗯 那你试分的 不是试分 结了分 是 有机会呢 是 军夏 是 有机会添季子 三东以后就受恩隆 本年将星护价 是 外逢三台六分拱草 作用非少 都是吉星比较多 是 所以有剑锋 剑锋这些不是吉星 这些是空星 是 有什么空星呢 剑锋、服司 另外还有百虎、五鬼、官符 这些都是空星 是 还有在宫 所以说你宫位一定有的 有吉有空的 是 那问题呢 就是说哪个力大一点 是 是 好了 后面还有一个总结 亦难为害 最重要是这样 那些空星难为害 立命在此 上半年 当生季子 刚才说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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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功位来看的话 要么你是属鼠年 要么你是 查了命功之后 在庚子连楼年功位 是 是 受这个功位影响的人 是 你反而呢 如果你是结婚的 嗯 是 适合年纪 不通叫你说 一个好年纪大的 通常可能是 二、三十岁 甚至四十岁也好 是 那些这样的朋友 有机会呢 生季子 加上呢 如果你是冬天经营生意 嗯 会有 如果这样看法 你香港的话 如果你做生意 一向都说 今年楼年差支 或明年楼年差支 那他都说是秋 秋冬 是 明年下半年 是 这是指令的 OK 好了 那时间关系 就是 还有十一个生肖 熟牛的 或者我呢 下一集先请教师傅 好吗 好 那今集时间到 我们多谢杨忠愚师傅 好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焦点视频 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我们的 杨忠愚师傅 是 你们好 师傅 上一集 你们在教我们 怎样去看 这个天观赐福图 OK 不是真的就这样看 这么简单的 都要计算数 说到这样 如果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的朋友 不妨去回我们上一集 去看师傅怎样教我们 其实我觉得很精彩 不是真的就这样说 喂 揭开 指呀 鼠呀 看指 不是那样东西的 好了 师傅 来到第二个新章 属牛 属牛 属牛的人士在庚子年 他的运程是怎样 师傅 好 上一集 刚刚开始 说了 属老鼠 是 还有 他是命公家榴莲 榴莲公委 是子的位 我们已经说了 是 今集我们就说 丑 其实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丑公 是 顺带来说 所谓叫 丑就是牛 属牛的命 我经常说是两样东西 是 属牛的朋友 今年是 如果表面看好的 因为他是合太岁 是 如果太岁是子的话 丑 子丑相合 是 就是说 通常合亲 就是人缘不错 人缘不错 人缘不错 是对子不错 还是对全世界都不错 其实是 对自己 就是属牛的人不错 OK 出去 和人交济 智智 会圆滑一点 有时候 就是说 其实这样 相合其实也有 另外一个 力量的问题 合了之后 如果我说八字 力量会小一点 有东西拉住 是 就是平时 怎样得罪人也好 你要发火 那你被人拉住 或者你那些火 发不出来 就是说 其实某一程度上 就是 就是 没那么得罪人 哦 嗯 好了 然后就 好了 那 说回 丑的公位 其实你看看 天官慈福 亦都有吉星 有空星 是影响著 楼然在 丑位 命公的人 或者是 你是属牛的人 嗯 那我们不妨又看回 我经常都说 通识是有很多资料的 嗯 我们不妨看回 通识要怎样说 好 施云就说 欲人而報出華堂,紫薇正照謹龍光,上有福星兼月德 福星兼月德是吉星,月德是上吉星,可能是貴日邦 忠然晦氣亦何佛,晦氣的意思是比較弱的氣,一些不好的氣息 本年太陽入明,紫薇,龍德,正照三方,天德,福星,月德,串貢 相當多的吉星,這些是拱照的,未必在公位裏面 可能在公位對面,或是形成三合位去拱照你,這些都會計算 其實天星是要這樣計算的 須愛有陷詞陷詞,這些是圖花來的 小號,即是你破財的東西 爪尋晦氣,晦氣是一些退氣的東西,不得你的氣 都沒有問題,意思是這樣 諸吉康芙,足以祭化立命在此,喜事重重之兆 所以今年是屬牛,或是對應小限運排到醜工的人 就可以進取一點,甚至是喜事重重 即是要求婚,升職都可以 是,OK,那師傅,這個是屬牛的生肖 下一個生肖,屬虎好像,屬虎 屬虎在2020庚子年的運程又會是怎樣呢?師傅 好,那我們又說到屬虎 屬虎,一說生肖,就很威猛 其實就,所謂我們十二生肖,就代入去 不一定說,屬哪一個生肖就好些,或者怎樣的 最緊要就是,去本命,或者榴槤碰回來的時間 對她是好不好 屬虎的人,或者是人工,即是說,虎即是人 人,即是說,在現在這個工位,我們看看這個 吉凶星去參考,去看他 屬虎的,他有些什麼呢? 我又看回通姓這句 流連立命,廢周章 第一句好像漫畫的 分明騎馬,就以人門 即是說騎馬,意思是逆馬 波折比較多些 以人門,即是說要靠人 虎視丹丹,就來玉宇 虎視丹丹,即是說 你別以為這個屬老虎的人 是被人虎視丹丹你 可能會被人欺凌 好了,姑哀哭泣,對吹官 姑,看看那個 就算是你升官也好 可能都有些不太順意的事 即是可能工作壓力多了 但是呢,都辛苦 本年命帶桑門 桑門可能有些不吉利 家裡可能會有些喪事 堅持逆馬,奔走不暇 即是好像剛才我講過 奔波勞碌的,今年都會有 而且有白虎,大殺當頭 這個白虎,即是剛才我所講 被人欺都不定 天狗吊嚇碎破,大號 當然他不是碎破,不是碎破,是隔他的 還有大號大號,即是破財的會有機會 雙拱,須有解神,就夠難解 即是如果這樣去比較,似乎是空聲多個吉聲 那,立命在此,恐有喪伏,之謹慎之為佳 如果你年紀大,一來你自己病 如果你是有些長輩的,在家裡的 你小心點,去看近點 OK,熟虎之後,就是下一個,熟兔 即是立命熟兔的人士又會怎樣呢,師傅 好,熟兔呢,一個老虎,一隻兔仔,很有趣的 是的 不是一隻老虎,追著一隻兔,是一隻兔,追著一隻老虎 好了,如果是熟兔的呢,我們再看看 熟兔呢,它就是,之前我講過 有幾個象星的 子、五、茅、幼都是象星 熟兔其實也是象星 那它與子、流年呢,就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雙型的關係 嗯 這個形法呢,其實是有些桃花的意味 是 那當然,如果是識分的,可能就會有一些 啊 啊 就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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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古老思想呢,就說不好 現在你都開放思想的了 是 它未必說,現在很難說好不好 總之大家會 啊 男女 都會合到 即是大家 情投意合的,有機會多些 這個人就是這樣 嗯 嗯 好了,那我又看回了 又是看回這個 天官祝福的公位 是 熟套號 或者你是那個 榴槤小限 是熟的那個卯公 是這個位 那你要留意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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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 時間也差不多 下一個 生肖屬龍 師傅應該 但我們下一集才講 其實來到節目尾的關係